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磨擦起電 我們總共會教三種起電的方式 第一種叫做磨擦起電 就是你們小學頑固那個把紙磨一磨磨一磨 然後就會吸引小紙片那個 就叫做磨擦起電 互相磨擦而代電的叫做磨擦起電 那麼這個電被磨下來之後呢 就代電這個電不會自動的跑 不會自己跑來跑去 不能夠自由的移動 所以他們稱之為靜電座 現在正在教的東西 那個沒有跑來跑去的電 叫做靜電 OK 那麼這個就是你要背 就是毛皮磨擦塑膠棒 那個塑膠就很像琥珀 毛皮會帶正 塑膠帶什麼 腹 絲卷磨擦玻璃棒 絲卷帶腹 然後那個玻璃棒就帶正 這個有人又有個什麼口訣 絲腹絲腹絲卷帶腹 然後就利用相反相反就知道背起來 不管怎麼背 然後就記得就好了 我們補時都會有一串東西 A B C 注意一串 A跟 B 摩擦 A代正 B代腹 B跟 C 摩擦 B代正 這個時間一串的東西下來 現在那個全部都不見了 就只剩下這個 我們毛皮一臂摩擦塑膠棒 絲卷一臂摩擦玻璃棒 你把它背好 這些事情未來要用 你背出來的結果 未來要用你就記好 毛皮摩擦塑膠棒 毛皮帶正 絲卷摩擦玻璃棒絲卷帶腹 這個正電跟腹電的名字 是那個富蘭克林 就是那個幻風聲 跟那個美國那個 他當中午嗎 富蘭克林要是當中午嗎 還是忘記了 誰在加坡 誰在加坡 反正他這個 美國那是正在加坡 對 他命名什麼叫正 什麼叫正電跟腹電 下面有圖示給你看 圖示給你看 OK 那邊一個會帶正 一個會帶腹 摩擦幾件 他們兩個 會電量相同 如果一個帶三單位正 一個帶三單位負 可以電性相反 一個帶負電 一個帶正電 互相磨來磨去 的時候 電量會相同 電性會相反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還要問 要不要講 為什麼會這樣 電量相同 電性相反 OK 可是摩擦幾件的時候 有個帶正電 有個帶負電 然後他們電量是一樣大 乾燥的時候 做摩擦幾件 比較容易成功 因為空中有水氣 水氣會把電帶走 水會把電帶走 因為水有點極性 他會把那個電帶走 所以要乾燥比較好做 然後去發生 好 為什麼會帶電 這我們教過了 一般的圓子有什麼樣 電中性嘛對不對 正電跟腹電一樣多 你還記得圓子裡面 誰帶正電 誰帶腹電嗎 你還記得圓子裡面 誰帶正誰帶負嗎 然後你還記得 一般的情況是誰會得到或失去嗎 所以就是這個 他為什麼會帶電 因為複蝦磨一磨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東西得到或失去 所以他就會帶電了呢 我們以前教過了 我們正常情況下都是得失什麼東西的 我們正常情況下都是得失什麼 請做 都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那怎樣會代陣怎樣會代附 怎樣會代陣怎樣會代附 4號 4號 你問什麼 失去什麼 失去電子代陣 然後什麼代附 得電子代附 請坐 失去電子代陣 得到電子代附 然後磨一磨 電子從A跑到B 所以A就失電子代陣電 E就得電子代附電 有一個跑過來 一個是一個陣 一個是一個附 所以我們電量會相同 電性會相反 因為有人得就有人吃 所以電性會相反 得一個是一個 得兩個是兩個 所以電量會相同 所以我們說摩擦起電 電量相同 電性相反 重點是他為什麼會代電 因為得失電子 得電子代附電 失電子代附電 失電子代陣電 這個古時候就交過了 現在再出現一遍 再問一遍 再問一遍 像這樣 失卷摩擦玻璃棒 電子怎麼轉移的 就是你要先備啊 失卷摩擦玻璃棒 誰代陣 誰代附啊 那你就會知道 誰會得電子 誰會失電子 然後電子從 到什麼地方 問這個啊 很簡單 停車戰界問 誰從玻璃棒 跑到失卷啊 啊 電子從玻璃棒 跑到失卷啊 請坐下 失卷摩擦玻璃棒 失卷代附 所以失卷得電子 所以就表示玻璃棒失電子 所以電子從玻璃棒移向失卷 就是問這個 很簡單 重點就叫做 東西為什麼會帶正 為什麼會帶負 得電子的帶負 失電子的帶正電 得失電子的帶電 這我們以前交過了 現在再說一次 再考一次 OK